這一集我們要講到 那講到光通訊設備 當然市場上面你會發現 還蠻多家公司的 主要的供應鏈是供應在資料中心 這樣的股性它會比較活潑 增長的幅度也會比較快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另外一檔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敘事東升 如果你看到今天的加權指數 6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台股居然是跌的 那會跌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昨天晚上 也就是5月31號的美股也是跌的 為什麼呢 因為要進行債務上限的投票 那6月1號早上的大約是9點10點 後面結果出來了 過關了 但是這個地方 我們再三強調操作要有步驟 這一段期間市場上面很夯 AI相關概念股 但是我們說源頭 是因為我們對資料中心的需求 那我們今天就一步一步的 帶投資人看整體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首先第一個 在4月5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跟投資朋友講 我們說如果觀看美國的歷史 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假議題 一定會過關 但是前一天 你如果看美股的四大指數 你會發現 哎呦 四大指數怎麼都是跌的 尤其是和我們台股聯動比較深的 費半指數 跌的最兇 跌了2.7% 那這一個部分 首先我們先講第一個事情 因為費半指數裡面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科技股 那科技股和貨幣政策的一些聯動 本來就會比較大 所以昨天的美股走這樣的走勢 是非常正常的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美股昨天會跌呢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講 其實一個法案要在美國過關 其實要經歷三道關卡 第一道關卡叫做 眾議院規則委員會 你要先由13位的官員 先看一下這個法案 到底我們適不適合去進行表決 那13位成員裡面 其中有4位是民主黨的成員 全部投下反對票 這件事情就讓投資人覺得難以拿捏 因為簡單講 這一次其實你要說是執政黨 或者是在野黨比較緊張 其實永遠都是執政黨比較緊張 應該是拜登要緊張 如果這一次債務上限沒有通過 那在野黨是不是就可以跟著 指著執政黨講一句話 唉唷你看 在你的執政之下 居然害我們美國的政府關門 所以照理來講 應該是民主黨比較希望這個法案 可以去過關 但是結果 這個眾議院規則委員會 13位成員裡面 有4位是民主黨的 居然全部投下反對票 這件事情就讓人家覺得奇怪 那民主黨是不是不要選票了 那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就會心一笑 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哇那民主黨 是不是就站在反對的這一方 其實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假設你是一位老師 今天你看到一位學生朝你走過來了 你過來問一下 學生你這一次的段考 你的數學考幾分 學生回答 2我考80分 請問你能不能做出一個結論 所以這一位學生所屬的班級 所有的學生平均都是80分 當然不行 因為你只問一位學生嘛對不對 這個在我們操盤手的術語 因為我們常常做績效的回測 我們稱為樣本數不夠大 你只問了四位 你會以為說 這一次民主黨是不是站在反對的一方 執政黨為什麼反對呢 所以造成股市下跌 大家稍微恐慌了一下 結果今天早上 也就是美國的5月31號 表決出來通過了 民主黨怎麼樣 165位民主黨是投下贊成票 投下反對票的只有40幾票 比數大約是4比1 樣本數我們一放大 甚至我們看到最終表決的結果 所以今天簡單講 我們過了兩關 第一個規則委員會 第二個眾議院 接下來就是參議院了 那參議院今天你已經看到投票的結果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關 只是X日有稍微延後 從6月1號延到6月5號 但是最後一關參議院 應該是八九不離十 但是這個禮拜 市場上面還是會受到 債務上限投票的影響 那食物的操作你應該怎麼辦呢 接著我們就來講到 那你會發現 昨天的科技股好像都是跌的 有沒有逆勢上漲 這段期間穩穩上漲 不受大盤影響的個股呢 這一間公司叫做博通 那其實博通 其實我們認為 他也是AI的相關概念股 只是這一段期間 你看到黃仁勳來台 你看到NVIDIA 長勢如此的兇猛 你的眼光全部被他吸走了 但是資深的股民 其實應該很清楚 博通在AI在伺服器的貢獻 其實一點都不輸NVIDIA 第一個我們應該回過頭來講 今天你可能會稱黃仁勳 台灣之光一兆男 但是我們應該回推最原始 今天NVIDIA 它等於就是在資料中心 它佔據的大概是頭腦 這一個器官 但是回過頭來講 如果我們需不需要人才 我們當然需要 如果沒有需要人才 這一個大需求 其實有再好的頭腦 其實也都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我們回推產業面 你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因為我們全世界的人類 對於資料中心的需求 對於資料的運用 是與日俱增 所以後面才會有NVIDIA的崛起 所以我們應該回歸產業面的最上游 NVIDIA有沒有資料中心 它是沒有的 北美四大資料中心 Meta Google Microsoft 跟亞馬遜 我們應該先去看這四大資料中心 雖然上半年經歷了一些紛紛擾擾 但是我們回推後面一年兩年 資料中心的建置 我們大家對於資料的需求 是不是與日俱增 每年呈現穩定的增長 那當然我們說GPU 好像一個人的頭腦 但是手手腳腳也非常的重要 一個人頭腦好 行動過於遲緩 這個也是沒有用的 那博通這一檔股票 其實你也可以當成好像是 你要發展AI世代 這個產業裡面的手手腳腳 當然以前的博通 基本上是做網通族群後端的設備 但是它自從併購了安華高之後 你應該看 它目前為止是美國通訊晶片的龍頭 你GPU處理完資料 封包之後 你要如何傳輸到我們愛家玩愛戶 最終還是需要網通晶片 這就是博通目前為止在做的 那我說基本上它可以跟NVIDIA分停抗禮 我們來看它的股價 昨天的美股是跌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下博通的股價 昨天還小漲了4塊錢 如果你去看過去一年 你會發現其實博通也漲了40% 過去5年呢 那基本上股價也翻了3倍 所以博通這一檔股票 如果投資人有在做美股的 你也可以多加留意 那如果你是做台股的呢 很簡單嘛 你今天也清楚產業 你就會去找博通相關的供應鏈 我們台廠有沒有相關的供應鏈 其實還蠻多的 首先我們先講這個架構 因為你會發現這幾天 好像輝達甚至是台積電 好像都有點漲高休息 譬如說像是台積電 或者像是輝達 我們都認為 其實它不應該成為市場的標股 它應該就好像前面 我們跟投資人分析 也就像資料中心 其實應該是呈現緩步上漲的結構 這個才是我們愛的 所以像台積電 漲高休息正不正常 其實很正常 它代表的就是資料中心 代表著這個部分 雲端的頭腦 那接著我說資金 其實目前為止沒有走 還在這個族群裡面 只是資金移動到手手腳腳的部分 例如說交換器 例如說光纖通訊設備 這個是我們上一集就跟投資人 事先預告過的 今天如果我們講到 柏通相關概念股 這一集我們要講到光通訊設備 那講到光通訊設備 當然市場上面你會發現 還蠻多家公司的 只是我們特別拉出來這一塊 因為今天你聽完我的節目 有一些光通訊設備 它的合作廠商 是可能是電信商嘛 比如說像是中華電信 也要曝光先 那如果這些公司 他們是在電信的占比比較高 那這個部分 投資人就必須要進行一個刪除 因為我們認為 雖然電信這個部分 未來也是呈現緩步的上漲 但是我相信你買股票 應該也是想買一些比較活潑的個股 所以我們應該看 紅框的這一個部分 主要的供應鏈 是供應在資料中心 這樣的股性 它會比較活潑 增長的幅度也會比較快 那你會發現 最特別的是兩間公司 比例特別高的 一間叫做4979的華星光 一間呢 來這個地方叫做4977的重達 在data這個部分 他們的營收占比是比較高的 那我相信如果你平常 有在看我的解盤節目 這些個股 你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這就是近期 我們操作的股票 那恭喜4979的華星光 今天6月1號 今天股價直接拉漲停 即將要創下前波的新高 今天漲停辦了 我跟你介紹有沒有用 你錯過了就錯過了 過了就算了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另外一檔 4977的重達 這一檔股票目前為止 它還沒有創高 我們現在進入到比較實務的部分 買股票第一件事情要注意什麼 產業面固然重要 但是第一步 你應該先看 你是不是跟主力站在同一邊 你稍微看一下 主力這個地方是不是站在買方 你會發現主力指標目前為止 加45沒有錯 你現在跟主力站在同一邊 但是我說現在的股價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好像一開始我們提到 債務上限的問題 要連過三關 那4977基本上要連過兩關了 因為基本上我們用了一個量價累積圖 你會發現最大的壓力 第一個價區叫108塊 這個價區今天你看已經過了 還剩下最後一里路 它的壓力價區在115塊 那今天收114 就差那麼最後一里路 只要這個地方主力稍微給力一點 那股價稍微再晃一下 消化一下賣壓 後面有可能就會複製滑星光的走勢 那買股票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還是強調 第一個不要去追漲高的股票 然後這些低階的股票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賣壓消化的方式 然後折一個優秀的點位 去做進場佈局 這個你就完成第一個 從產業面研究 籌碼面研究 到了最後買點的考量 如果這幾關你都過了 那恭喜你 你今天就會看 就會像我們一開始跟你介紹的一樣 今天債務上限過了 那這些官員笑得很開心 那這就是我們跟投資人介紹的股票 以及你應該操作的技巧 那如果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 或者是你等於這些產業 你是想知道更多的 都歡迎你掃描我們的QR Code 你進來之後呢 可以跟我做一個互動 如果你針對股票有任何的問題 在裡面發問 都是由我本人親自做一個回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集見 拜拜